年輕的情侶 關上了門 都在幹嘛呢 答案呢 讓父母會翻白眼 這真的 我下標題是下這樣 但是這報導的確是這麼說的 好 大家好 我是Paul 週二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所以這裡他的標題 英文標題就是 Shock over what Gen Z daughter and boyfriend are doing behind closed door 那我講是翻白眼 他是說震驚 父母覺得很震驚 他們關上了門 竟然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什麼事呢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他這裡說的是 把這些狗屁東西關掉 所以他就reveal了 就一個媽媽她reveal了她的女兒跟她的男朋友 他們在做什麼 Alone behind closed doors 所以關上了門的那個關上 我們順便先開頭先說一下 如果讓你猜 你會不會覺得要不要加底啊 d 在這個close後面 還是你會覺得這是cose加上door 要不要加d 答案是要 那你說打開了門要不要加 對 這邊要加個d closed door 那open要不要加d open door還是open的 door 要加d嗎 答案是不用 那很簡單的說一下 就如果說你close這個形容詞不加d的話 他的意思是很近 所以你如果說close door那就表示這個門離你很近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expression 所以關上的門必須加d closed door才可以 OK 那至於打開不用 OK 例如說我的心態很開放 I'm a very open-minded person open不用加d OK 好 所以你問我下午有沒有空 所以說我大概兩點到三點有空 so I'm open from two to three 這個open要加d嗎 不用 所以open就是形容開著的狀態 那你如果要強調一個東西被打開了 那你可以加d 可是我們多半不會強調東西被打開 我們只會說一個東西是開著的 所以開著不用加d 那again再繞回去 close為什麼不用加 為什麼close一定要加d的才是關上 那難道他什麼都不加不能表達 關上嗎 不可以 剛才說過close什麼都不加的話 他的意思是親近靠近 舉個例子我跟你是好朋友 we are close friends 要不要加d 不需要 OK 好 所以關上的門得加個d 好這邊用嘴巴說一下就好 我描述一下就好 我沒打什麼都會出來 但無所謂 來所以他們就媽媽分享一下 他們關上的門在幹嘛呢 好所以 下面就說了 他是一個8秒鐘的影片就是了 好所以他說了 rather than finding something scandalous on the other side reveals that the teenagers are playing video games on separate screens without remotely paying attention to each other 所以這年輕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並沒有發現到他們做了一些很scandalous的事情 rather than finding something scandalous on the other side 什麼叫the other side 我因為門的門有一邊跟另外一邊 好 所以關上了門 那就是把你跟對面的空間隔開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這一邊 那門的另外一邊是另外一邊 所以we're on this side and他的這個女兒跟男朋友在 他們是on the other side OK of the door 簡單的說 所以他並沒有找到 something scandalou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所以這個scandalous這個字就是 scandal這個字就是醜聞匪聞之類的意思 政治人物可能會有scandal 誰誰誰載了一個妹子開進的氣旅 那一定就是scandal 所以形容詞變成了scandalous 所以他並沒有找到 他沒有發現到他跟他女兒跟男朋友做了什麼scandalous的事情 反而是they're playing video games on separate screens 他們兩個人在打電動 而且是不同的螢幕 你說兩個人一起打switch 那可能還有點互動 可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OK 而完全沒有 就是注意到對方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each other 我相信這媽媽不懂 她不懂的部分 他們可能一起在打傳說對決 他們是同一個比賽 同一場遊戲 所以他們當然沒有用同一個螢幕 因為這就像他們各自用各自的電腦一樣 然後你說他們並沒有pay attention to each other 有啊 他們在遊戲裡面是互相扶持的啊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這媽媽就說了gen z relationships 所以這個gen z的這種他們的關係啊 而且他就有一點點諷刺這件事情這樣子 OK 他諷刺的方式是 他說我真的把孩子交錯了 所以他的hashtag 他有用一個比較諷刺的主題標籤 他的主題標籤說的是parenting fail 所以他認為他的parenting 就是他的這個教養小孩的方式是失敗的 parenting fail 就是孩子竟然沒有躲在房間裡打炮 他認為是失敗的 而孩子們在房間裡面打電動 他認為是失敗這樣 OK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說真的 然後下面就有一些額外的一些資訊 像例如說有這麼一個研究他說95%的gen z 以及millennial 這兩個世代 95%他們程度上都有打電動 so they play video games in some capacity 所以這個in some capacity 這個expression可能比較少見到 你就可以粗略的翻譯程度上說真的 這個capacity雖然說我們一般理解為容量 或者容積 一個工廠他一天能夠生出多少的玩具 玩具工廠一天可以生出5000個玩具 那這就是他的capacity 你說他這容量好像怪怪的 容量不聽起來像工廠能裝多少東西嗎 對我來說這概念差不多 你能夠生得出5000個玩具 那就是你的capacity 你就想像你生出來你也得先裝著 anyway 然後把它ship出去對不對 那capacity當然也有的確真的有容量的意思 像例如說一個夜店 他最多能裝200個人在裡面 所以那就是capacity 超過200人說不定樓會垮掉之類的 that's capacity ok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 還有一個expression 如果說今天已經客滿 就是夜店已經裝200人了 所以外面的保全已經不會再讓你進去 因為再進去說不定真的會對樓造成危害 所以他就是we're at capacity so we are at capacity 也就是我們現在滿了 所以他不會說we're for 不是we're at capacity ok 好所以他說了95%的這些年輕人 都play games in some capacity 然後呢 在這些人裡面 就95%打電動的人裡面 more than half say they play on console weekly or more often and about 60% say they play mobile games weekly or more often 好所以繼續往下分 超過了一半說他們會玩console 所以什麼是console就是遊戲機 好我記得很久以前巴哈姆特上面會說這個叫TV game 不是他應該把它稱為console game 因為誰說你一定要在TV上面玩 你可以接在電腦螢幕上 那他還叫TV game 而不是重點是你有一個機子 你有一個主機真的玩 Switch啦 Xbox啦 或者是PlayStation啦 這些都屬於console ok 所以是console game 那PC game就是PC game這沒問題 你看那現在更新的就手機手遊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mobile game這樣子 那這個mobile這個字我們常說 你把唸成mobile可以 唸成mobile也可以 唸成mobile也是可以 所以三個發音其實都有 那就看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多半就是用哪一個 像汽車叫做automobile automobile 不是automobile 它的中音也是要小心一點點 automobile 所以車禍automobile accident 不是automobile accident automobile accident 所以汽車就是mobile 不是mobile 不是automobile 不是automobile 是automobile OK 那手遊倒是可以講成mobile game mobile game都聽過 那手機mobile phone 或者mobile phone都聽過 OK 好所以好像講的這也差不多了 然後還有60%玩手遊 剛剛的那群人裡面超過一半 他們要不是每週都打 或者是打得更多 weekly or more often 所以可能還可以更多到什麼 daily嗎 或許是68%打手遊 所以年輕人打手遊 打很多啦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也說 所以其實跟朋友在一起打混 就是一邊打遊戲 所以不見得而且不見人家從一個空間裡 他們可以在就virtually在網路上打 因為我跟我的朋友也常在網路上打遊戲 所以這真的沒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我有點覺得這個媽媽就是有點小提大作 但是他寧願看到他的女兒跟男朋友在打炮嗎 或許吧 I don't know OK 他是比較procreate的想法的媽媽 你們應該去增進國家的生育率吧 大概是 OK 好 那這邊還有一些數據 我把它唸完好了 so about 45% of games in this age this age range 对不起 say that the video games they play influence their tasting music 所以45%的遊戲 在這個年齡層裡面 這裡好像打錯字 45% of gamers 應該是 所以這裡應該不是games 所以這些gamer 在這個年齡層的gamer說 他們打的video game 會影響他們對音樂的品味 and 42% say it also impacts their TV choices 所以也會影響他們看什麼電視之類的 你玩那個獵魔士 你就會看witcher這樣子 9% of them gaming even influences their career 所以甚至有9%的呢 打遊戲會影響他們的career 影響他們對職業的選擇 好 好啦到這裡大家也夠了 你覺得這裡有什麼想法呢 年輕人窩在房裡打電動不行嗎 我覺得是很可以啦 因為我自己也會做這種事情 但媽媽可能就翻白眼了 好吧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